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Karen Kahn 5月20日 當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Karen Kahn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GNN上 討論人們對他要求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和三名哈馬斯領導人 起訴在加沙地帶犯下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反應時說 有個領導人向我提出質疑說 你們的法庭是專為非洲領導人和俄羅斯的普京設立的 尤其是為了安撫以色列和美國 國際刑事法院都起訴了一名哈馬斯領導人 也就是起訴兩名以色列領導人 但是起訴三名哈馬斯領導人 即使是那樣 美國總統拜登 將這一請求 描述為醜聞 而幾位 美國共和黨政客 則威脅要對檢察官Karen進行報復 英國《衛報》 Karen最近揭示 以色列多年來一直對國際刑事法院 採取大量 間諜活動和施壓手段 美國政客也威脅檢察官 其實 檢察官Karen對美國已經很縱容了 2021年9月 維基解密創辦人 阿山齊 揭露了 駐阿富汗美軍的罪行 當他因為缺乏資源 放棄了對美軍罪行的調查 檢察官Karen說 你們想做什麼和說什麼 儘管去做和說吧 我不會允許 自己偏離正義的使命 我會不會允許 你會不會允許 你會不會允許